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我们的发展给世界各国带来的是机遇 绝不是威胁和挑战 我们希望英国新政府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和中英关系 暴守中国威胁的旧思维只会害人害己 没有出路 我们积极评价欧方有关表态 中国也支持全球化 反对脱钩 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低迷的背景下 坚持开放合作 增强经贸联系 不仅有利于中欧双方 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复苏 中国和欧盟互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 双方合作互利共赢 去年中欧贸易额首次突破8000亿美元 双向投资规模累计超过了2700亿美元 我们赞赏布尔纳比奇总理的积极表态 中国和塞尔维亚互为可信任 可依赖的合作伙伴 双方经贸合作突飞猛进 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不仅仅是塞尔维亚 事实上中国已经是13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欧盟贸易关系需要更多的平衡和误会 欧盟应该继续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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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